我們有沒有過量生產和消費? 去到2030年,地球上將會有85億人 地球上有一億人的生活因為污染而受到嚴重影響 還未完結,自1970年以來 我們的資源提取量和加工量也增加了三倍 資源提取和加工是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50% 以這個速度,去到2050年,我們將需要三個地球 艾馬華森說過,作為消費者,如果要改變世界 我們只需要謹慎求物 在香港,SDG12是最不受關注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但這個也可能是最容易達至的目標 我們必需要減少消耗,減少使用包裝 提取自然資源的同事,也需要補充自然資源 我們每年浪費13億噸的食物,是時候著手減少浪費了 我們需要更加謹慎地去處置危險廢物 總而言之,我們需要減少浪費 我們應該尋求企業的支持 大家需要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而這一點也應該反映在公共政策上 我們不可以只讓有錢國家受益於這些新的消費方式 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也應該受益 不要忘記,他們才是填飽我們的肚子 我們放假時都可以保護環境 想變嶺,不一定要浪費 也不一定要花錢買東西 我們需要改變,特別是香港人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應該要負責任 但是要怎樣做呢? 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應該要負責任 還有手套和護目鏡 首先在貼片上 用鐵尺和marker量度你想要的尺寸 畫下金屬盒兩邊連接口的材片 然後可以用木條輔助畫出接駁位置 畫角位時可以用曲尺來輔助 大小便可按你的需要去設計 用鐵皮剪前 記得要戴護目鏡和手套 我們先剪好兩塊出來 像這樣 然後將角位剪走 用兩條木條夾緊金屬片 再用另一條木條助力 記得要對準接線的mark位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平均押出接口 我們可以把材片夾在邊位 這樣就不會押到接好位置 重複以上的步驟 直到兩塊材片的所有接口都押好 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 抹下盒的底面和側面兩邊的部分 可以用剪好的貼片幫忙量尺寸 就像這樣 就像小學視覺藝術堂一樣 設計接盒的設計圖一樣 要先將3D變成2D 記得要準確一點 你也不想重新來過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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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之後 就帶回護目鏡和手套 然後就可以用鐵皮剪張的剪出來 小心鐵片邊位好戒手 下一步我們可以用兩塊木板夾緊剛剛剪出來的金屬片 一樣都是用另一條木條壓出接口位 我們可以用完成的材片 量度角度夠不夠fit 再做些修改 然後繼續壓好其他的接口 把側面的材片放進去量度不夠fit 同時抹下一陣子要上釘的位置 左右兩邊每邊都需要釘上兩粒釘 底部每邊需要有三粒釘 用釘槍之前記得要戴護目鏡 先將材片合併 確認好位置之後 用木板托著來轉孔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走位了 然後我們可以用鑽頭再轉大一點的孔 方便一陣子上釘 也可以直接用電鑽來轉孔 方法有很多種 不過最重要都是小心安全 看著手指 側面的位置要轉孔之前 可以先用鉗固定好兩塊材片 再用電鑽去轉孔 重複以上的步驟 直至到完成合併其他的接口位 輕鬆地休息 再用電鑽頭再轉孔 再用電鑽去轉孔 改成檯 右邊 再用電鑽去轉孔 再用電鑽去轉孔 蓋體 然後用座刀和砂紙打磨所有邊位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開始做蓋的部份 在金屬片上面 抹下蓋要剪裁的尺寸 可以用盒身幫手畫出大小 記住要畫接駁位 用鐵皮剪出來 同樣這次也要剪掉角位 固定可貼片之後 再重複摺壓的步驟 好 將木條切成 材片側位的長度 用來托著邊位方便摺壓 再將角位剪成三角形 這樣摺起來就不會頂住了 重複以上的步驟 直至到摺好兩邊的摺口位 檢查一下蓋不蓋得到蓋子 下一步用摺疊鋼刀切開涼度好的合葉 再用鋸刀打磨邊位 完成打磨後 就可以標示要上釘的位置 先用電鑽轉好洞 方便一會用釘槍上釘 如果發現這個合葉的洞太大 可以再用電鑽開大盒上的洞 去配合 然後再用釘槍上這個合葉 先把刀切成熟 用铁皮剪 把盒盒的其中一個邊位剪開 然後打磨好所有邊位 抹下一會要上燈的位置 用木條承托著盒蓋 然後用電鑽轉孔 最後用釘槍上釘 完成後就可以把保護膠膜撕走 然後再用砂紙打磨所有邊位 這樣就不會介手了 完成了 以後又多一個小型工具箱裝你的工具 完成了 再次完成了 再次開始 再次換鍵組 再次換鍵組 我們的可以 我們先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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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